今天 中国有许多人 用各种方法挣到了钱 您挣到钱之后不敢花 有一些人呢 好不容易 悄悄地呢 弄个皮带 弄个手表 是吧 觉得也没什么 结果网民出来了 纷纷逃 结果你会发现说 你最后还需要花很多钱 再把你曾经搞到 网上的照片呢 再给删下来 为什么 犯得着吗 你不贪这份钱 不就没事了吗 以今天来说 有了只会让你痛苦 再比如说 有很多有钱人 有了钱之后呢 就告诉父母 他父母告诉孩子说 你不用担心了 你看 父母已经把你的钱 给存下来了 有意无意地 用这种方法 告诉孩子 这个时候呢 小孩子其实是 不专心学习了 在学校里面呢 大家就攀比 就攀比什么呢 攀比今天 来接我的车 什么车 您弄一个奥迪A6 都不好意思 起码得一A8 再比如说 如果一个父母 在小的时候 就带着小孩子 出门就坐头等舱 去酒店 就住五星级酒店 表面上看呢 是对小孩子很好 但其实 真的是害了孩子 从此以后 他要再住个 经济舱 再住一个 四星级级的酒店 他就会产生怨恨 他就会不舒服 你想想看 平白无故地 多了一些不舒服 何苦来斋呢 而且他这里面呢 还讲了一句话 他说啊 一个人要想独占的话呢 就会导致很多的祸害 所以王石先生很聪明 今天大家都知道 王石就 一等于万科了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王石先生 早早地 在早年 就把他的万科的股份 都分给大家了 这样的话呢 到现在 他还能够代表万科 否则的话 以我们的常识 他早就不能代表万科了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超出你所需要的东西 给到你 都不见得是好事 拥有财富是一把双刃剑 它能带给我们快乐 同时也能带来痛苦 而追求名利 则是一幅阴阳连谱 它能激励人 奋发图强 同时也能让人坠入深渊 在利益面前保持清醒 才是幸福之道 假如面对财富 交涉淫欲肆意挥霍 那么带给您的 只会是意想不到的灾难 其实钱多了之后呢 还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导致身体上 直接受到伤害 比如说吧 这个世界有个东西叫虫草 我们这个地方是个诊所 虫草呢 因为我做诊所的原因呢 我大概知道 当今中国 有相当一部分的虫草呢 是灌了签的 为什么这样呢 一克虫草 跟一克黄金差不多 你买五克的黄金 作为最戒子 你还带着手上 你还能给儿媳妇 是吧 实在是不行的话呢 你还能够 分家的时候 跟家离婚 还能分一半 但是你把虫草买回来 你把吃了就没了 今儿是一根草 明儿就是一个屁 是吧 所以呢 很多人就觉得自己有钱 能够对自己好 变得发生买好虫草